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物种大灭绝 发生在4亿4千万年前的澳陶纪末期 澳陶纪是历史上海侵最广泛的时期之一 在板块内部的地台区 海水广部 表现为滨海浅海相碳酸炎炎的普遍发育 在板块边缘的活动地槽区较深水环境 形成厚度很大的浅海 深海碎屑沉积和火山喷发沉积 在澳陶纪广阔的海洋中 海生无脊椎动物空前繁荣 生活着大量的各门类无脊椎动物 除寒武际开始繁盛的类群以外 其他一些类群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其中包括笔石 珊瑚 万族 海百合 苔藓虫和软体动物等 古生物学家认为 由于当时地球气候变冷和海平面下降 生活于水体的各种无脊椎动物便荡然无存 在距今4.4亿年前的澳陶纪末期 撒聊天所在的陆地曾经位于南极 当陆地汇集在极点附近时 容易造成后的击冰 澳陶纪正是如此 大片的冰川使洋流和大气环流变冷 整个地球的温度下降 冰川锁住水 海平面降低 原先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被破坏 导致85%的物种灭绝 另有一种更受垂青的说法认为 距离地球6000光年的一颗衰老恒星发生爆炸 释放出强烈的伽马射线 伽马射线在穿越了宇宙后 击中了地球 在击中地球后 伽马射线摧毁了30%的臭氧层 导致紫外线长驱直入 浮游生物因此大量死亡 食物链的基础被摧毁 产生饥荒 同时被伽马射线打乱的空气分子 重新组合成带有毒性的气体 这些气体遮挡了阳光中的热量 地球一时失去生机 第二次物种大灭绝 又称泥盆济大灭绝 泥盆济是脊椎动物飞跃发展的时期 鱼类相当繁盛 各种类别的鱼大量出现 因此泥盆济亦被称为鱼类的时代 最重要的是从总齐类演化而来的 两栖类及爬行类的祖先四族类出现 对古气候的研究显示 泥盆济时期是温暖的 化石记录说明 当时远至北极地区都处于温带气候 第二次物种大灭绝发生在泥盆济晚期 其原因也是地球气候变冷和海洋退却 该次灭绝事件 是五次物种大灭绝之中时间持续最长的 大约持续了两百多万年或更长 第二次生物大灭绝 是进化之道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最早的脊椎动物海纳猿登上了陆地 如果没有海纳猿 就没有今天的人类 第三次物种大灭绝 又称二叠纪大灭绝 距今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 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灭绝事件 估计地球上有96%的物种灭绝 其中90%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 三叶虫 海蝎以及重要珊瑚类群全部消失 陆期的当宫类群动物和许多爬行类群也灭绝了 这次大灭绝使得占领海洋近三亿年的主要生物 从此衰败并消失 让位于新生物种类 生态系统也获得了一次最彻底的更新 为恐龙类等爬行类动物的进化铺平了道路 科学界普遍认为 这次大灭绝是地球历史从古生代向中生代转折的里程碑 其他各次大灭绝所引起的海洋生物种类的下降幅度都不及其六分之一 没有使生物演化进程产生如此重大的转折 科学家认为 在二叠纪曾经发生海平面下降和大陆飘移 造成了最严重的物种大灭绝 所有的大陆聚集成一个联合的古路 富饶的海岸线急剧减少 大陆架也因此缩小 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很多物种的灭绝是因为失去了生存空间 更严重的是 当浅层的大陆架暴露出来后 原先埋藏在海底的有机质被氧化 这个过程消耗了氧气 释放出二氧化碳 大气中氧的含量减少 对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非常不利 随着气温升高 海平面上升 又使许多陆地生物遭到灭顶之灾 海洋里也成了缺氧地带 地层中大量沉积的富含有机质的叶岩 是这场灾难的证明 此外 二蝶纪晚期发生了大规模火山活动 形成西伯利亚地盾的火山爆发 是过去五亿年来 已知最大型的火山爆发之一 第四次物种大灭绝 又称三蝶纪大灭绝 距今1.95亿年前的三蝶纪末期 估计有76%的物种 其中主要是海洋生物 在这次灭绝中消失 这一次灾难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标志 只发现海平面下降之后又上升了 出现了大面积缺氧的海水 使得水中的生物缺氧而死 这次物种大灭绝 帮地球改变了面貌 从三蝶纪起 录像沉积在世界各地 尤其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都有大量分布 古气候方面 三蝶纪初期继承了二蝶纪末期 干旱的特点 到中晚期之后 气候向湿热过度 由此出现了红色盐层寒霉沉积 汗生性植物向湿热性植物发展的现象 植物地理区也同时发生了分疫 第五次生物大灭绝 又称白鳄纪大灭绝或恐龙大灭绝 公元前6500万年白鳄纪末期 发生地球史上第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 约75%的物种灭绝 在五次大灭绝中 这次大灭绝事件最为著名 因长达1亿6300万年之久的恐龙时代 从此终结 海洋中的菊石类也一同消失 本次大灭绝最大贡献在于 消灭了地球上处于霸主地位的恐龙及其同类 并为哺乳动物及人类的最后登场提供了契机 这次灾难来自于地球外部空间和火山喷发 在白鳄纪末期发生的一次或多次陨星雨 造成了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 撞击使大量的气体和灰尘进入大气层 以至于阳光不能穿透 全球地表温度急剧下降 黑云遮蔽地球长达数年之久 植物无法从阳光中获得能量进行光合作用 海洋中的藻类和成片的森林逐渐枯萎死亡 食物链的基础环节被破坏 大批的动物因饥饿而死 其中就包括陆地的霸主恐龙 支持小行星撞击说的科学家们推断 这次撞击相当于人类史上最强烈地震的100万倍 爆炸的能量相当于地球上核武器总量的1万倍 几乎所有的大型陆生动物都未能幸免于难 小型的陆生动物 像一些哺乳动物 依靠残余的食物勉强为生 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10日 等到了古禁记录生脊椎动物的再次大繁荣 撞击假说的支持者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地质界线上发现的 1异常和冲击石鹰 科学家推测 这种高含量的1元素 就是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带来的 冲击石鹰则是在撞击过程中形成的 科学家已在墨西哥湾发现西克苏鲁博陨石坑 平均直径约有180公里 该陨石坑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证据 我们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模样 我们未来又将留下怎样的世界 而有的科学家们认为 地球将在短时间内发生第六次大灭绝 2010年 澳洲威生物芬娜博士就曾经警告 人类很有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之内走向灭亡 很多动物也会如此 而且这是无法挽救的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现在身为权威工程师和科学编辑的戴维 也提出了几乎同样的观点 并指出人口过多 资源锐减 气候巨变 将会是人类灭亡的主要因素 他特别指出 最近的G7高峰会 未能在全球变暖 资源过度消耗等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 达成一致意见 也未提出任何有效措施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该行动了 但大家却只是一再拖延 现在已经太迟了 各国普遍同意 希望能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 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但目前看来几乎不可能达成 国际能源署估计可能会升温2.3摄氏度 如果升高5摄氏度 就会带来全球性的洪水 干旱 饥荒等灾难 导致人口锐减 即便只升高2摄氏度 也会让海平面大幅提高 迫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这比任何一场海啸带来的损失更加惨重 最可怕的是 根据NASA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 预估2100年全球二氧化碳含量可能会增加到百万分之935 后果就是全球温度普遍升高 夏天45摄氏度即将成为常态 已经有不少论证提出 地球物种正在历经史上第六次大灭绝 而这正是人类活动的杰作 专家根据化石记录及生物绝种的资料进行比较后发现 过去哺乳动物绝种的速率 是每一万年有两个种类消失 但现在的绝种速率却是多出100倍 自1500年起 至少有77种哺乳类动物 140种鸟类及34种两栖类动物绝种 造成这么可怕的物种快速灭亡的原因 都是因为人类不顾一切的破坏自然生态 浪肯自然林地 大量砍伐树木及环境污染后 造成气候暖化 疾病丛生与物种的自然栖息地消失所致 关于第六次大灭绝的结果推测有很多 地球将会失去原有的大量物种 生态栖息地破坏等等 但唯一相同的就是 人类是这场灭绝事件的主谋 而专家也指出 现在这样的状况 地球也需花费数百万年时间才能重生了 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 目前世界上约有41%的两栖动物 以及26%的哺乳动物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专家说别以为这些威胁只存在于其他动物之中 同样是哺乳动物的人类 恐怕也会成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受害者 从我们的工业革命开始 生物绝种的速度就快速攀升 一个物种绝种了 对别的物种也会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甚至引起整个生态链的连锁反应 一大群的物种将会接二连三的消失 最后 所谓的第六次大灭绝事件并不是一息之间来到 反而是在人类贪婪无止境的需求中 悄悄的在地球上展开 感谢收看环球快讯综合频道 您的收看等同深切的关注 您的关注就是最大的支持 您的支持则是最强的动力 欢迎订阅 欢迎留言 下次再见 拜拜